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整理了一下 有关Ibu与法国著名制作人兼DJ David Keita 合作的新曲《Shupernova Love》 被日本网友们沿上的内容 这两天真的有很多人随讯我这个主题 但是在韩国并没有媒体报道 在各大论坛也没有被投论 所以就没有做 直到今天11月14号也是一样 只有在YouTube和X上投论 总之先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这个事情 Ibu的歌曲《Shupernova Love》 采用了日本已故音乐大师 Sakamoto Luchi的代表作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的样本进行制作 该取于2024年9月5号 在东京巨蛋举行的 Ibu世界巡回中首次公开 但是部分日本网友们 却因为几个原因而感到愤怒 首先有部分网友们提到的 Ibu抄袭了这首歌 没有得到授权什么的 完全不是事实 在这个网站可以看到 所有使用这首歌采样的歌 Ibu的《Shupernova Love》 是经过版权持有人的 许可而制作的歌曲 然后前面也提到 这件事在韩网并没有引起讨论 但是在该MV的留言区 可以看到很多日本人的副品 所以就通整了一下MV底下的留言 部分日本网友们愤怒的理由 以及韩国网友们的反驳 啊对了 日韩两国的网友们都认为 Sakamoto Luchi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没有人否认这个事实 部分日本网友们表示 曲目原意被扭曲 原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为战争电影的主题曲 云含身后的历史意义与情感 将它改变为爱情歌曲 被批评为 未能充分反映原曲的情感与内涵 对此韩国网友们反驳 Sakamoto Luchi曾批准超过20多首曲目 用于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的曲样 其中不仅包含战争歌曲 也有许多并非战争歌曲的作品 例如Chris Brown的Rose Tumbleu 这首歌也是一首情歌 而歌词比Ibu的歌还要直接表达爱情 其中甚至包含像 I lost you when you let him fuck 这样的歌词 然后在Sakamoto Luchi在事实批准的曲样作品中 有些被DJ曲样后 变成了完全带有夜店风格的电子乐曲 例如Underfish的Universal of Love Sakamoto Luchi在事实 甚至允许将Merry Christmas Mr. Rorand 改变成电子乐曲 那么流行风格的曲调 又怎么会成问题呢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 情歌并不违背它的意愿 然后部分日本网友们认为 这次的曲样不仅仅是简单使用原曲 甚至接近于翻唱的程度 且在歌曲的独创修语品质上 存在不足旋律 几乎完全照办 这还能算是曲样吗 对此韩国网友们反驳 原本DJ或饶首歌手进行曲样时 通常会保留旋律 只改变节奏或歌词 旋律也几乎完全保留了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然后日本网友们表示 缺乏对原创者的致敬 在YouTube资讯栏一开始没有清楚 标注Sakamoto Ruchi的名字 使部分粉丝们感到 对这位原创者不够尊重 韩国网友们反驳 Sakamoto Ruchi的名字 从一开始就有在音乐网站上 清楚标明 只是NB资讯栏上没有写上 但是连Michael Jackson的 Behind the Mask NB的制作名单里 也没有作曲加Sakamoto Ruchi的名字 尽管如此 出于道德考量 现已在Suponoba Love NB的资讯栏中 添加了Sakamoto Ruchi的名字 如果还觉得不妥的话 大家可以去Michael Jackson的 Behind the Mask NB那里 要求尊重Sakamoto Ruchi 毕竟他的名字 至今仍未出现在那个NB的资讯栏里 最后就是 部分日本网友们表示 这首歌缺乏对已故者的尊重 Sakamoto Ruchi最近离世 许多粉丝们认为 在尚未充分悼念的时刻 使用他的音乐样本是不合适的 对此 韩国网友们表示 这首歌是透过版权持有者 正式授权的 而且电影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将于2024年11月20号 时隔41年 首次在韩国上映 现已有报道提到 该电影与Ivo的歌曲 Shoponova Love一同宣传 而且电影发行公司 89Filling 也转推了Ivo Shoponova Love的推文 如果真心尊重Sakamoto Ruchi 并希望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这首歌能被更多人认识 那么这首歌曲 越受欢迎不是更能达到宣传效果吗 吃个草莓都会被炎上的 Ivo强蜿尿 如果这首歌真的有问题的话 早就在韩国各大论坛被炎上了 当然虽然很多韩国人都在反驳 但是在NB底下 日文的负评占了绝大部分 然后如果有更多 今天没有提到的争议 或者是反驳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供其他人参考 所以对于Ivo Shoponova 被日本网友们炎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